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结束在秘鲁首都立马举行的峰会 他们承诺将在对抗全球金融危机的战役中保持一个统一战线 亚太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星期六 保证在一年内不会提高国际贸易壁垒 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国还誓言将推动重新启动7月份破裂的世界贸易谈判 占世界贸易活动一半的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国 呼吁彻底改革全球金融机构 这与不久前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各国发出的呼吁遥相呼应 这次会议是美国总统不实现之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峰会 他在星期六的讲话中说 推动经济发展的三大力量是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自由的人民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过渡团队的官员表示 奥巴马将在星期一正式宣布他的经济团队的领导人 官员说奥巴马将提名蒂莫西盖特纳出任财政部长 劳伦斯萨莫斯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曾是克林顿政府中一名财政官员的盖特纳 现在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星期五在媒体广泛报道 盖特纳有可能成为新任美国财长之后 美国股票价格飙升 盖特纳是美国中央银行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 这些官员负责决定美国利率 并且做出其他旨在遏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决定 萨莫斯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财政部长 他将在白宫担任奥巴马的经济顾问 他还是前哈佛大学的校长 也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 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今天警告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藏人 如果他们不谨慎从事 从中国获得更多自治的计划就会落空 达赖喇嘛对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参加会议的 大约600多名代表说 他们决定选择中间路线争取西藏更多的自治 而不是从中国独立是对的 但是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说 如果他们在今后二十年内不注意他们的行动和规划 藏人会面临失败的危险 为期六天的流氓藏人代表大会在星期六结束 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希望继续沿着中间路线前进 然而流氓政府的副议长星期六表示 如果中国不对藏人提出的实现有意义的自治的要求 做出积极回应 那么藏人应当追求完全的独立 泰国方面 泰国首都曼谷的反政府抗议者表示 他们今天将大规模发动民众 参加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试图为推翻政府进最后的努力 抗议组织人民民主联盟的领袖说 他们将彻夜在泰国议会前游行 以阻挠议员参加星期一的会议 警方官员说 他们将尽量使用和平方式来处理游行 但是也已经做好准备 一旦游行失控 将会要求军队介入 人民民主联盟自从八月以来 就占据了政府大楼广场 要求总理宋蔡辞职 抗议者指控宋蔡是他姐夫 前总理他姓的代言人 他姓被控腐败 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 被赶下台 最后国际空间站宇航员 完成了一次漫长的太空行走 对空间站的发电电池组 进行了维修 两名宇航员星期六 花了近七个小时来清洁和润滑 一个把太阳能板 转向太阳的连接的装置 然后他们重新进入 在轨道上运转的空间站 美国的航空航天局 有关官员说 航空员将在星期一 再进行一次太空行走 完成维修任务 与此同时在地球上的工程人员 正尽力解决一套新安装的系统 所出现的问题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我是天虹